今天我會先使用 銀白色的眼影膏 去做眼皮的打底 會做這個動作是因為 我想要讓等一下那個 在畫眼影的時候 能夠快速的呈現 美美的那一個 自然的漸層 因為我姐姐她算是 包覆式的 拋拋眼的內雙眼皮 所以她很容易就是 完全會看不到 她的眼睛而且很容易暈染 其實她這樣子 包覆式拋拋眼 再加她內霜 其實我覺得她比單眼 內霜 對 微微的一點霜眼皮 一點點 很內 對 其實我覺得她比 單眼皮還要慘 比較用慘來形容 比較有難度 我先就使用眼線膠 然後快速的畫 她真的是把眼睛 翻開來一點 對不對 我在 你看 她張開 她其實剛笑了一下 就已經有點暈到了 真的 對 就暈到上面去吧 對 所以她真的比單眼皮還要 她是昨天喝太多嗎 其實我的眼睛也一樣 也是拋拋眼 所以你們一年四季都這樣 不是因為喝酒喝太多 永遠沒睡腫這樣 永遠沒睡醒 然後看他們可能眼皮的脂肪 比較厚 對 比較厚一點 然後她可能就會比較往前凸 冬天比較不冷 這是真的 然後美美她眼線還有一個態度 就是她很奇怪 平常我們在教眼影的時候 是45度角 就是像這樣子45度角 可是美美的眼影 她很常出場的時候 她都是30度角的眼影 在這個角度 畫很大 範圍比較寬 對 她的範圍比較寬 對 她的範圍比較寬 所以她的眼線我會直接 直奔太陽穴 真的有畫到那邊去 對 蠻酷的 然後我直奔太陽穴之後 我會直接就是把這個眼下的 眼上這邊去做連結 跟剛才我畫的眼頭做連結 加粗是不是 對 把它加粗 雙倍的 對啊 然後我的下一個步驟會 直接使用黑色的眼影 去堆疊剛才我畫的眼線 可是因為她的眼睛 其實跟單眼皮在畫 眼影的時候有一點 剛才說就是要畫到很高 像我姐她整個吃掉的狀態 眼影會把整個眼皮 會把整個眼影吃掉的狀態 你只要用眼影去做張開眼睛 讓她張開眼睛之後去做一個記號 好 閉著 找到那個位置 對 找到她的位置 等一下我的眼影就不會再 超過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個區塊以下的 跟剛才那30度角眼線以下的 這個區塊 我全部都會堆滿眼影 這樣她的眼神看起來才不會太銳利 但是又有美美性感的感覺 黑色的眼影不要再堆疊 就是不要再沾染 然後用魚粉稍微堆疊到 我們剛才的位置 才有層次 有漸層在 對 接著我會直接使用銀白色的 銀灰色的眼影 去直接疊在我們剛才最上層 就直接最快速的做她的漸層 稍微帶過 那接下來我睫毛的部分 我會選擇眼尾加長型的睫毛 因為我剛才的眼線拉得很長 所以其實這睫毛可能她的 對 我正要講說 是要貼到這裡來嗎 對 因為她的這個 我會再另外再加另外 三分之二的睫毛 疊在第二層上 眼尾三分之一處 這樣子她的眼睛看起來 比例才不會很奇怪 你看她往後 她不會搭 然後接著我就會像我剛才說的 我會再堆疊三分之二的睫毛 在眼尾的部分 去做延伸 你看她貼到很後面 因為她的睫毛不夠長 然後她就是再把它增加那個長度 貼得很後面 真的是貼得很後面 就是貼到眼睛外面這樣 貼到外面去 對 在等待的過程我先畫眉毛好了 好 美美的眉毛是一條線 對啊 其實很多高中生都畫這樣 都把自己眉毛弄得很細 對 你比如說高中生 辦公室裡也有 對 下雨都要這樣遮了 好 畫完了 這麼快 對啊 接下來是會使用眼線膠 然後去把那個 下眼線全部框起來 到眼尾的時候可以跟上眼線連結 撥開 翻開了 像這樣子 全框 可是現在眼神看起來會比較銳利一點 美美她是性感的 所以我會再去把它邊界 再去用黑色的眼線去 眼影去揉畫她的眼線 完了 她要撥毛 那姐姐妳小腿會馬嗎 對 因為今年很流行這種鞋 綁帶鞋 那個很緊 要不然它會落下來你知道嗎 對啊 可是那個綁帶鞋會輕掉 會 可是因為為了怕它會流下來 所以要用綁爬掌的方式去綁它 你那麼會畫 其實你用畫的就好 她有一個跟美美一模一樣 尾度角度位置的愛靠機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畫好畫滿 畫得更明顯 對 然後我接著會直接使用唇釉 直接上她的唇部 我姐有跟美美一樣 擁有瓊力性感的雙唇 這是小芸最羨慕的 羨慕 她的嘴巴很性感 她不伸給我眼睛 也不伸給我封唇 你看 她已經完成了 不一樣了 好可愛 會像這樣子 好可愛喔 女神 女神 F2 F4 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人本就是美美嘛 單眼皮的肉肉女孩 趕快透過彩妝 大方展現自新性感的態度吧